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 什麼叫做從恩典中墜落了 你知道很多人會說 你看上帝對他這麼好 上帝一直盛免他 饒恕他 祝福他 所以他就恃寵而交 他就覺得反而神都會原諒他 所以他就越來越糟 然後就越來越不好 然後就開始放鬆肉體了 他們就說叫做從恩典中墜落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聖經真的是這樣說嗎 其實我告訴你不會這樣 但我必須說還是有少數的特例 有些人真的會你對他很好 他就對你 他就會越來越拿翹 可是大部分人你對他很好 他會感受到那個愛 而也用一樣的愛來回應你 我們直接來看聖經吧 請看 加拿太書五章一節 保羅在討論有關於恩典跟律法 很重要的一篇加拿太書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加拿太書 基督釋放了我們 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穩 不要再被奴仆的惡俠制了 所以你看基督釋放我們已經自由了 你要站立的穩 你不被罪惡俠制 不被奴仆的惡俠制 你也不在律法的惡之下 我們再看下面 我保羅告訴你們 若受割禮 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他在告訴你說 你不用再去遵守救惠的律法 你說這邊是割禮啊 不只是律法 我也沒有受割禮啊 但是其實他要告訴你的事 整個加拿太書在論述恩典跟律法的問題 再看下一個經文 五章三節 我在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的說 他是欠著行權律法的債 你知道這句話在說什麼嗎 保羅說 如果你選擇受割禮 意思是你選擇遵守律法 你選擇靠自己的行為成績 不是靠上帝的話 那你就是欠著行權律法的債 比如說 你說好 我要遵守律法 我不要說謊 可是呢 你也許從來不說謊 但是也許你驕傲 也許你從來不偷人家東西 可是你會偷看人家 比如說網路社情 也許你從來就不會去打別人 可是你在心裡憤怒的想要打死人 你不可能靠自己的行為誠意 所以保羅這邊說 我在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的說 他是行著行權律法的債 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五章四節 你們正要靠律法稱異的 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你有沒有發現 世界別人告訴你從恩典中墜落 就是神給你很多恩典 所以你就放肆 可是聖經上怎麼說 我們要唯獨聖經嘛 聖經上怎麼說 你們正要靠律法稱異的 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你只能選你靠自己的律法 努力的行為去稱異 或者是靠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他的十字架或律法 你只能選一個 如果你選了靠律法稱異 你行為不夠完美你就掉下來了 如果你選擇與耶穌基督在一起 他是永恆不變的 他住在你的裡面 他幫助你 你就不會從恩典中墜落了 所以我告訴你 你靠律法你就會從恩典中墜落 你靠耶穌就永恆不變 這就是聖經真正的意思 所以不要被世界的世俗小學說 你好像很多恩典你就會墮落 就會墜落 不是 你有很多恩典 墜在哪裡顯得多 恩典在哪裡顯得多 神的恩典就會給你力量 讓你可以重新開始越來越棒 更多榮耀上帝的名 當一個人對你好 你會選擇 因為他的愛而開始改變 而來回應他的愛 這就是恩典的力量 你可以越來越像耶穌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 我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們不用再擔心 好像神給我很多恩典 我就會怎麼 好像太幸福到 後面會有災禍 不會這樣子 我也不會太幸福到 好像神就 會讓我好像放縱 或是放肆 或從恩典中墜落 不會 神的恩典永遠更多 更多的使你能夠得勝 榮耀他的名 不用擔心 他用恩典代替恩典 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使你更多的力量 你可以 以靠他的力量 活出你已經得著美好的救恩 因為你是神所愛的 祂必幫助你 有什麼能夠使神的愛與你隔絕呢 是患難嗎 困苦嗎 刀劍嗎 逼迫嗎 赤身肉體嗎 都沒有 什麼東西都不能使神的愛與你隔絕 神永遠愛你 而且祂的愛 祂的恩典要幫助你 得勝有餘 榮耀主名 奉耶穌名祷告 阿們